这一盘是来自电伊奥尼亚的白银分段 我们选完的是凯尹 对阵的是盲森 这一局是选择了征服者 打算带红凯的是吧 对的对的 这个好抓吗 如果说现在对线什么机会都没有 你来测能量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把画面回到前面一点 拦开 蛤蟆 三郎 在我们刷第三组野怪到达三级的那一刻 我们就要去思考了 就在刷这种野怪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要思考了 哪里有机会能抓人 哪下路比较好抓 我们这一局游戏在中间的时候 打到这个大概七八分钟的时候 当时我给你强调了一句话 我们这种前期弱势打野 一定要学会利用队友优势建立节奏 像我前面提到的什么寡妇啊 这个凯尹啊艾克啊 就是他这种前期自身战斗力是很弱的 伤害是很低的 就比如说我叫你现在玩一个凯尹 你去入行对面去单杀对面 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括刚才讲的那些艾克寡妇那些 所以他们是一定要关注对线 用对线的优势建立节奏 比如说 英雄性质 这个英雄性质就包括了有一些稳定控制 这是最舒服的 像鳄鱼的W 狗熊的Q 或者说你像这个什么石头人6级有大招 冰女6级的那个大招 那都叫稳定控制 还有一种就是高爆发 什么6级的捷 齐安娜的三级 或者说你像这个带点燃的 什么电行点燃的中单 这种也是很好帮的 还有一种就是无位移 没有位移的内线英雄也很好抓 你像这一局游戏你看吧 鳄鱼有稳定控制 然后你要说高爆发的话 中单也还行 为什么下路不算高爆发 因为它是软腹 而且它带的是虚弱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这种是不好帮的 但如果你把下路坏一下 坏个德莱文加锤石 这种也很好抓 锤石有控制 包括德莱文的爆发也很高 伤害也很高 所以如果我们在前中期看一下 这个阵容一看就知道了 这把我们肯定游戏帮上路了 明白我意思吗 这是一种军事的情况 就是一般我们进游戏阵容分析的一个考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就可以看冰线优势 冰线因为有的冰线它可能是回推线 就比如说这个冰线 它进了防御塔下 接着过到40秒到50秒左右 冰线就会回推出来 就会回推出来 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 提前去那个位置抓人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现在它的冰线是比较多的 它冰线是往我们塔下推的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在 它把线压到这个位置 这种地方 过了这个河道之后过来抓 但如果它的冰线在塔下 这种也可以考虑 因为这个冰线我们是往它塔下推的 它这个血线就很不健康了 这种就很好抓了 所以我们总而言之 要么是回推线 然后看冰线来抓人 它压线了吗 压线抓人 要么就是利用那种 利用线权 入侵 或者 越塔 像这种冰线要进防御塔下了 就直接把它越了 但是你一定要看伤害啊 这些东西全部最基本的一点都得先看伤害够不够 如果你伤害不够的话 你去了也是白 浪费时间 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最基本的伤害 这是最基本的 它占着让你们打一套 就打不死 那就没有必要去了 去了也是浪费时间了 然后就是第三点 数据优势 这个数据优势其实就很好理解了 什么3-0 4-0 5-0 或者说你像什么等级压了很多 补刀压了很多 装备压了很多 还有一种就是血线 那这种血线也是一种压制 这个都是数据优势了 这种就是多关注多观察 总而言之 打野这个版本呢 是很难通过自身的一个优势 去带节奏的 或者说自身的一个发育 我们这一把刚开始的时候 就跟你讲了 你玩打野 从你选打野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是小猎了 记住 你选他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是小猎了 因为现在不是野核版本了 靠刷也刷不起来了 很多时候会出现那种 就可能说打野是2-0 或者说1-0 然后上单是0-0 什么都没有 但是上单到了后面8级 然后打野只有6级或者6级半 会有很多这种情况 因为现在单人线的经验值是有加持的 然后打野脏线的经验值是很低的 就是你打野吃兵线的经验值减少了 而且你刷野怪 我前面跟你强调的 慢 伤 而且收益低 所以这个版本 打野在前中期 如果说你一直刷野怪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现 刚才跟你讲 哪怕你是1-0 2-0 你等级也会低 像以前的话 会出现那种 4分半 5分钟 5分半 打野直接到6级了 那个时候可能 单人线都还没到6 然后压双人线2级 压下路2级 压中上1级 会出现那种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打野 很容易能靠自己一个人carry 入侵啊 抓人啊 EV他都可以 但现在打野是很难做到 依靠自身的 依靠自身carry了 很难 很难很难 所以记住了 一定要多去关注对线 利用队友的优势戴节奏 就比如说这一波 我们现在就可以考虑了 比如说下路 有彩血 还不错 但是你要对比 中路就不用看了 中路就完全不用看 满血就杀害都不够嘛 上路 那这就是我们肯定选上路了 因为我们前面强调了 上路有控制 而且上路这个英雄性质 加点燃 加这个血线直接越了 那我们这一波就应该把时间投资在上路 明白我意思吗 前期对线关注度不够 这里就是完全是对线关注度不够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要记住了 玩打野这个版本呢 你反正是刷不起来的 所以你玩打野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断的去找对线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你在刷三浪的时候 快到三级的时候 你就要思考了 哪条路好抓 哪条路有机会了 哪怕你玩的是凯尹 你玩的是艾克 玩的是寡妇 前期抓人不厉害 你也得去 因为这版本刷不动的 这里应该写的是 错过上路抓人机会 抓中 然后结果是零收益 暴露位置 零收益加暴露位置 记住了 零收益加暴露位置 这个是很伤的 很亏 如果说上路没什么机会 你来中路稍微蹭一下能量 可以 但上路是有机会的情况下 来中路肯定就小亏了 就比如说你刚才看到 盲森在下路露脸了 然后你当时得出 盲森下一步会去上面 记不记得 有印象吧 当时在游戏里面 你还跟我说 盲森可能会来上半区的 来这里 这个信号是你标的 那现在盲森也知道 你在上半区了 盲森也知道你在上半区 那你后面如果想抓对面的上单 或者如果你再想抓中路的话 是不是难度就会很大了 所以每一波你暴露位置 其实都是要付出一个代价的 这个就是你付出的一个代价 下一波你的带节奏能力 或者说下一波你想抓 就会变得困难了 接着这里是想抓一波 对面上单的 对面上单 这个血线其实就基本上可以 不用来了 这种血线基本上就可以完全走了 所以这种时候 反蹲是吧 想反蹲 2v要打不打得过 盲森是不是刚抓弯下路 更新装备出来的 对啊 上单没有点燃了 对面上单战斗力不弱的 对面上单战斗力不弱的 而且我刚才强调了 盲森是更新的装备出来的 加上你像凯影这个前进战斗力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2v要是没有把握能打过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最基本的伤害都不够的 伤害都不够的 所以这种时候就不要上来了 赶紧更新装备 然后去其他地方找机会了 挂上 结果呢 暴露位置还是那个道理 零收益 暴露位置 这一波其实你想抓上路的时候 盲森可能也会反对你的 然后盲森抓了一波中路了 再上来 这个就是不太好抓 因为青钢影当时我强调了说 它是有闪现的 记得吗 好在它交产上来硬换了 它如果不硬换的话 这波可能还捡不到人头 整体来说这波能接受 但是这一波的杠壳其实有问题的 下次不要做这样的杠壳 就是很明显 如果对面不硬换 这波你是杀不掉的 它如果想稳住的去手塔的话 你是没有任何收益 反而容易暴露位置浪费时间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不如回家更新装备了 不如回家更新装备了 马上在下路露脸了 现在是1600 如果是以前的野核版本的 那你现在应该已经到六级了 但现在就是到不了六级 而且现在是1600块钱 如果是之前的话 现在差不多是1800到1900左右 很无奈 很无奈 但版本就是这样子 可以买个真意 有钱就多买个真意 不要省这个钱 鸿凯的话 我记得是不出那个魔宗的吧 我记得鸿凯是直接 那个暗爪 然后加 冰刀 冰刀 对 就是塞瑞尔达 我知道 冰刀但是 那个装备伤害够 除黑切除那些其他的装备伤害不够 还没到六级很难受 就是你明明是1-0 但是你的等级就是跟这个死了一次的下路相同 就是这样的 你明明是1-0 但是你等级就是跟下路一样 5级 终于到6了 还没到6级还是5级 多难受 然后你看上单了 上单死了两次 但是上单是7级 就是这样的 这个版本的打A等级就是低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强调 很难靠自己 一定要依赖队友的节奏 队友的优势去抓人 我们其实在这一波刚回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了 举个例子 你觉得上路好抓还是下路好抓 上路 OK 那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往上半局刷 对 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蓝buff快刷新了 然后我们要下来拿蓝 不要 如果是之前的话 你下来拿蓝是对的 因为你如果上去抓 抓不到你血亏 但是这个版本 你如果放弃了抓人机会去刷 也是血亏的 记住了 抓人永远大于刷业 永远大于刷业 现在版本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手 一回程 回程之后 关利用 这个应该怎么说的 应该是根据对线 选择路线 记住 是根据对线情况来选择路线 而不是根据 这里有三组野怪 上面只有一组野怪 然后后来下面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下次你每次一到家里面 然后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看一下兵线 上路这个兵线感觉不错 而且这个鳄鱼马上到六级 点燃又快好了 又有稳定控制 或者说你看这个中路 我们家中单有大招 但满血就不要看了 下路的话 也可以考虑 但是他的选择肯定是没有上路更好的 他是肯定没有上路那么稳定 因为是软斧 加个虚弱的软斧那就算了 所以这一步我们应该往上面靠的 你看 就我们假设一下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现在你再往上面去 你再往上路去 我给你过一边上路视角 如果你在上面的话 现在你已经到上路了 现在你已经到上路了 然后这时候你看我鳄鱼有W 加上你现在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他是不是死了 哪怕说第一波 没有刷死 再过一会 你现在再上来 他一样死了 我W好了 我有点燃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 玩打野 千万千万要明白 这个版本野区没那么重要 要根据对线 要根据对线 对线 选择你的路线 前面我一直在跟你讲 那个版本的那些英雄 他们都具备一个共同点 前期的打架能力很厉害 前期打架能力很厉害 稳定控制也代表他打架能力厉害 你看大树的扎克的 这个什么蜘蛛的 这个什么乱七八糟 塞拉斯这些都有控制 溜刃能力都很强 就是因为这个版本 强调一句话 先下手为强 真的 你不管玩什么打野 这版本你只要你刷野 然后对面打野先抓到人了 你就记了 因为这个版本打野是不可能靠自己C的 这是不可能的了 必须要靠队友的优势来带节奏 必须要靠队友的优势来带节奏 明白我意思吗 但是这些打野有一定战斗能力 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塞拉斯 蜘蛛 他们是有一定的EVE能力的 只是没有那么厉害吧 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自从所有人的坦度都增加了之后啊 很难让打野随便的去捡人头 或者EV拿到优势的 很难了 爆发型的就没那么厉害了 所以我们这个版本 如果没有特别高熟练度的英雄的话 最好其实就直接练这些前中期打野能力厉害的英雄 你先下手你先抓人 只要你先下手就永远占有主动权了 像这一波抓中路其实也是有一点难受的 这个位置靠过来伤害够不够 就是他再忍着你们打一套打不打得死他 打不打得死 就算要打得死也得是我们家的中单大招中了 点燃中了 然后你技能你W都不能空 你Q两段全部要中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还不如直接去 你看他有闪现 这种时候我们还不如直接去刷野怪 接着等上路的回推线 或者等下路的回推线 B线是不是进塔了 明白我意思了吗 这种时候就不如去等回推线 再抓人就好了 这是第一次死亡 这波是不关注对线的兵线情况 然后强行抓中 结果 第一次死亡 第一次死亡 还有暴露位置 这个是可以给你副子粘贴的 零收益 这个对于大野来说其实都很少 都很少 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的发野已经落后了 已经落后了 你看我们下路就知道了 他现在等级跟你是相同的 他死了一次 然后你再看对面上台死了三次 七级 现在打野就是这样 等级很容易形成这样的 就是被压制 现在打野很难说自己的等级可以领先对线了 很难了 但主要也是这一局 尤其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 像这种局面 假设你上单也劣势的话 可能这把就已经15点了 直接记了 我们现在假设他上单也是劣势 假设他上单也是劣势 如果上单劣势的话 这波抓上路可能就抓不了了 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月塔 拿先锋拆上路防卫塔 这么一波节奏了 而且你看 多好抓 多简单 比你去中路去下路简单多了 是不是 就是直接 WQ就受掉了 多简单 因为首先你上单这个英雄就是优势 就是你看上单2-3 但是他这个英雄在前期打对面青钢瘾 有点燃的鳄鱼 他就是优势 鳄鱼这个英雄他前期大概点燃 他打谁都是可以有机会击杀的 很强的配合打野能力的 所以这波如果你没有来上面 拿不到先锋 抓不了上路 插不了一塔 那你如果这波还在中路 还在下路的话 你想象有多亏 明白我意思了吗 然后这个节奏你是可以早一点来的 你是可以早一点通过抓上路 让你从2-1变成3-0 4-0的 是可以做到这么一件事情的 直接被秒了这一波 打到这里我们这把复盘基本就结束了 后面我们就暂时不看了 我们先把前期的问题给解决 然后我们后续再说中期的问题 先学加减后学乘除 前中期记住了 对线的关注度一定要提高 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对线关注度 看我发给你的内容 吸收一下 消化一下